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現在今天收到美女好辣的醫師團 醫院裡經常會出現 各種令人想翻白眼的情況 今天醫師們要來分享 他們遇過哪些讓人 又氣又好笑的事件喔 三位藝人 又遇過哪些情況呢 在這世界上無氣不有 一樣米養白種人啊 有的人大方 有的人很有愛心 有的人憐憫之心 有的人貪小便宜 不過貪小便宜一般人通病 新聞上也看到很多人 在賣場的飲水機裡面裝水 連醫院也會發生類似這種情形 來 我們看看 醫院到底有哪些事情 好可怕 八卦飛滿天 探人隱私無極限喔 在醫院大家都知道 急診室的環境比較特殊 為什麼 各醫院當初在設計建造的時候 那個年代其實大家是不太重視病患隱私的 所以各大醫院的急診室 都是開放空間 對 所以都會發現有時候病患排排躺 一躺躺了十五個 十個 看病有時候醫師溫診的時候 隔壁在走動的人都聽到 你的病情 你的病情 在以往我們都知道S光片 S光片它不是現在數位化S光片 就是我們要照完之後 醫師會拿膠片 大家都看到看片箱 看片箱 就是大家把醫師把這個片子插上去之後 就和家屬和病患解釋 有一次我在上班的時候 就是一個車禍的案件 可能有一個汽車 撞了一個摩托車 摩托車是兩個很年輕的一個小男生 載了他女朋友 一撞了之後 男生女生受傷比較嚴重 撞到醫院的時候 其實躺在床上不太能行動 那開車裡面 車子好像是一個家族去旅行 車子裡面坐滿了人 坐滿了人 之後他們當然就很緊張 就非常非常關心這個年輕人受傷 然後傷勢怎麼樣 那照X光片在診治的時候 其實雙方家屬就陸陸續續趕來了 其實醫師也不知道 每個人的角色是誰 總之X光全部照完了之後 就一點X光片 我們就出來 就家屬 比如陳小姐 這家屬 就來一堆人 醫師就講 這個是頭部X光片 頭部X光片 掃描片子 目前看起來怎麼樣 然後這張怎麼樣 第三張 這個小腿骨折 這種骨折因為有一位 小腿是承受我們身體重量 醫生這個要建議手術 如果這個不手術 大師高效果很不好 家屬聽完之後 就有些人就討論一下 就先離開了 離開之後醫生就講說 家屬一定去討論 要不要接受手術 醫生就要看別的病人 看完之後 就突然就來了一個中年男士 表情非常嚴肅 這醫生 剛剛那個斷層 我再看一下好不好 醫生當然好 家屬問病情當然好 對不對 醫生就拿起來就說 我們這個是腦 目前看起來怎麼樣 那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我說這個是正常的鼻鬥 這個不是有問題的 那確定沒有出血嗎 我說那出血怎麼看 我說先生我想這個 要解釋就花很多時間了 如果你是家屬 我想大概是不是 我說我想說 請問你是受傷的家屬 還是另外一個汽車 也不是照相關人的 有時候我們關於搞不清楚 我說請問你是這個年輕的 男女的父母親還是對方的家屬 因為他有權知道病患的傷情 那他說沒有了沒有了 我說先生 我說那您決定怎麼樣呢 沒有了沒有 我說先生 我聽不懂 你所謂沒有是什麼意思 他說沒有了 我只想了解一下 問誰啊 就他問了很多時候 我們後來發現 我們醫師在解釋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就很好奇 所以大家醫師 把片子放上去的時候 就很多人在聽 他也在後面在路過去聽 他聽完之後發現 有一些好像聽不太懂 好像對於自己好奇 還有求知的遺忘 沒有一個是家屬 他是要怎麼知道 他是實習醫師嗎 他有求知遺忘 求知遺忘 家屬進去 家屬進去 結果他後來就問 前面一排都是無關的 這個腦鑽成再看一次 然後有沒有問題 初學怎麼看 結果他是毫無相關的人 我們也碰過一個案例 就是老人家 其實診斷完了 老人家年紀很大 膽結是醫師建議手術 那家屬因為老人家大 就不想開刀 開刀他們就後來 醫生說你不開刀 那就我們打抗生素治療 那如果抗生素治療 24小時效果不好的話 你們還是要重新考慮 要不要手術 所以他在觀察室戴床 戴床其實隔天 醫師去查房 查房的時候 發現一直沒有家屬 家屬都不在 也是老人家一個人 躺在床上 結果醫生想吃 就問護理同僚說 家屬去哪裡了 沒想到隔壁床的一個家屬 他就說醫生 你有什麼事情嗎 醫生說沒有 我們找他家屬 醫生有什麼事情可以問我 你是他家屬 不是啊 可他們昨天晚上家屬有來喔 他們討論要不要開我 我都知道 他們決定 他們決定不要開刀了 他們就是打抗生素治療 然後還嘱咐 醫生如果你要跟他討論 你找那個第二個兒子 因為那個老大都不講話 大家自己是 講會講的是真的 像我自己家屬 最近我有一個長輩 其實住院真的比較久 住了四五個月 然後一段時間 我去探訪的時候 然後他的家屬就跟我講 我跟你講隔壁床 怎麼樣 我想說奇怪 這個家屬不是一個 很八卦的人 他怎麼會知道 他就說因為我們的看護 跟他們看護 會繼續去吃飯聊天 所以火速了所有的事情 就通通知道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是年輕醫師的時候 照顧一個病人 這個病人開完復刻刀 其實有點癌症 但早期癌症 開完其實理論上 我們相信恢復很好 可是他每天就 擔心東 擔心西 他有小孩看他 其實有小孩 大概四十幾歲 有小孩看他 我們就覺得 其實家庭照護還很好 怎麼會沒有辦法呢 因為那個年代 還沒有那麼流行看護 可是他隔壁床是一個 比較住很久的 還是末期 那已經住了幾個月 結果後來我們每次去看 就覺得奇怪 怎麼恢復不如預期 結果有一天就錄到隔壁 陳醫師 我跟你講 隔壁那個人 你看他心情都不好 因為他老公都沒有回來 因為他老公是早期的台商 他們現在開這麼重大的刀 只有小孩回來 老公沒回來 那老公沒回來 那他有辦法回來 我跟你講 他老公有小傷 他這個小傷 因為一直纏著他 他們現在還在纏那個 討論那個 跟財產的事 跟你剛剛那個很類似 那我們就知道 那不是我們刀開不好 是他心情的不好 那我們就比較放心 你知道 因為我們醫生很 醫療很擔心 我們開刀是不是有什麼狀況 為什麼 皮膚這樣開 這個怎麼恢復 老師那不好 又會吵這個痛 然後晚上還會在那邊哭 因為護理員只會記錄哭 護理員沒辦法問到他 老公的這些問題 那另外 以前你說這種 打聽消息有沒有 以前有 我年輕住院醫師的時候 那我們去尋 其實主要是我們在照護 主治醫師其實開完刀 大概一天就幾分鐘看一下 然後就有家屬一直在問 我說你們醫生很忙 我說對啊 這真的滿忙 尤其看到我們 每天都花時間來變 他說那你們醫生 比較喜歡什麼樣的休閒娛樂 或者喝咖啡還是茶 我想說是不是我們照顧得很好 準備什麼 我就說其實醫生是怎麼樣 怎麼樣 講一講 講了快五分鐘以後 他突然跟我說 那你知道這個主治醫師 他喜歡喝什麼嗎 我才知道 原來他問主治醫師的事 這邊給所有的家屬一個 以後就直接問 說這個主治醫師喜歡喝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年輕醫師其實心裡會充滿期待 要問我們了你知道 就是奇醫 那第二個 後來有另外一種 其實現在因為醫療比較透明 我覺得送禮物也許有 但是一些金錢回饋 我大概知道都沒有了 那有另外一種 這個江醫師 你知道你年輕是帥嗎 他真的是覺得 有的家屬是來這邊找女婿找 真的假的 真的 那個年代是有 所以來就會一直問 說這個 你這樣很辛苦 其實還問你的一些生活流程 你家裡住哪裡 真的 那時候常常被問 不要小看我們現在是中年大叔 其實我們也有青春小鮮肉的時候 只是後來我大概R2就定了 後來就魚婉拒 對 我對陳太太是忠心的 一直都是這樣 我確實在R2的時候 曾經被一個那個 就是獻上的藝人的媽媽 因為我照顧他的女兒 他覺得照顧得不錯 他問說你要不要跟我女兒 成為那個好朋友這樣子 沒有 是你 但是我絕對不會講出來他是誰 獻上藝人也不一定是女的 是 女人在幹嘛 那種獻上藝人 法國賢哥 其實獻上女藝人 不是女藝人 不是女藝人 是的 女的 幾個字 兩個字 兩個字 有沒有 獻上女藝人兩個字 很少 那不是重點 姓丁嗎 姓丁 其實剛才賈夫講的 其實在醫院真的很常發生 我覺得那個人就分兩種 一種是 比較不喜歡跟人家交際的人 看那邊圍一圈的人 他會繞路中 有的是看到那邊圍一圈 就會衝上過去 他會發表意見 其實之前我開過一個孕婦 她37歲 其實她是人工受菌好幾次 才懷孕的 她懷孕之後 她就很不幸 就得到一個盲腸 她又比較晚期診斷 所以她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下腹部 有一點腹膜炎 所以她開到的時候很緊張 所以才懷孕成功的 當然開到一定會很小心 開完之後就開始 會裝胎心胤監測 然後每天請婦產哥來看 那小孩子有沒有怎麼樣 其實我也是蠻擔心的 所以隔天一大早就去看病了 旁邊就做一個老太太 看起來就是她媽媽 我在解釋的時候 我就說你今天覺得怎麼樣 早上婦產哥一直來過了沒有 我說我剛才聽婦產哥一直跟我講說 好像小孩子的情況還不錯 所以不要緊張 你慢慢恢復就好 除了那個老婆婆之外 旁邊還有一個男的 男的就一直在問說 對啊對啊這個真的很危險 所以醫生你們一定要多盡一點心 幫我們保住這個小孩子 這個一定要 我說好沒問題 沒問題我們一定很小心 然後我走出去的時候 那個男的就跟著我走出去 他說如果要用一些 什麼自費的安胎藥 什麼什麼什麼都沒有問題 我說對對我知道 如果有需要的話 婦產哥醫師如果有需要 我就會跟你們講 但是我早上問到 他說還不需要這樣 隔天我再去看病人的時候 一樣就是那個 她媽媽在旁邊 旁邊一樣是站著那個先生 我又在問說你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男的就在問小孩子的事情 然後我就說 我開玩笑我就跟她先生講 我就說 你這麼關心那個小孩子 都不關心你太太那個 傷口會不會痛 等一下她會吃醋 然後那個女的 還有那個老婆婆就說 沒有 我們不認識她 好笑耶 天啊 隔壁痛的架數 就很認真嘛 還有都很認真 也是很奇怪的 真的很討厭 有一個六幾歲的阿公 對嗎 在急診室 右上腹超級痛 來急診室的時候 就做電腦斷層 就感染破掉七八顆 然後就很緊急 我們去做栓塞 塞完之後就很穩定 隔天到那個病房之後 因為剛開始前幾天 我都沒問她什麼 可是第三天之後 我想說生命狀況 已經很穩定了 已經沒有什麼生命危險 可是接下來就討論到 你現實的問題 你下一步要怎麼治療 所以那天我去的時候 旁邊就站著三個家屬 我就跟她講說 如果你們覺得你們父親 要多一點機會 又覺得他身體不錯的話 那你可能就考慮 積極一點的化學治療 當然你要承擔副作用 我說第二個可能就失標 把第三個第四個 通通跟她講 那講完之後 就一個家屬跟著我一起走出去 說我覺得老人家的身體狀況 我看起來是不錯 我覺得我們還是做化療 如果可以的話 我知道現在有些化療 藥物可以自備 可以減低副作用 那個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說好啊 如果你們這麼積極的話 我明天會再找總流科醫師來 我們大家再來討論一遍 就隔天我就跟那個總流科醫師講說 有一個比較棘手的case 不然我們就一起去跟他解釋好了 好 就去 一樣是站著那 沒有 就是只有看到兩個家屬 沒有看到三個家屬 我就說 昨天你們那個誰誰誰 跟我們講說 你們決定要給爸爸 非常積極的治療 所以我今天請 這個是總流科的誰誰某某某 我跟你講這個要怎麼樣 他們就聽了一愣一愣的 他說誰誰決定要化療 我說昨天那個誰 我不知道是你們的誰 他說沒有啦 那個是隔壁床的家屬 昨天已經出院了 那怎麼可以幫人家決定說 他決定要化療 不是 不是 他是說 他建議我們之後 他覺得他要給他一個好的建議 他建議 真的要問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都會問 就是病人來 就是只要有人來問說 這個人是怎樣 我們第一次都會問你是誰 而且有時候你講我們還不信 你知道嗎 還不敢解釋 因為我們有遇到過那種 車禍撞進來的有沒有 來問說那個病人怎麼樣怎麼樣 我是他的那個舅舅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根本是肇事者 他要知道他大概怎麼樣 先了解一下 不然他謊報加重了 對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 來 我們也不講 你是他舅舅我也是 嘴巴太緊 當事人問怎麼樣 他也不說 鐵式病情也不講 不是當事人 像我爸前幾年剛好胃不舒服 沒有安排到獨立的病房 就兩個人的病房 中間都會有個簾子 可是變成我們有時候去到醫院 左右的很多病房的人就會知道 原來是王中平的岳父在那邊 常常就是會有很 住在同一棟別的地方 人就會在門口說 王中平 超管 可以跟你拍照嗎 那這樣就算了 然後隔壁的那個婆婆 她看到我們就很開心 那時候不是注意很多人會買一週刊 她就會拿一週刊說 宇小姐 你看一下這個拍到 你絕對不能夠搭任何槍 你一搭槍 她會問下去 她就會說 王中平她老婆說是真的 這樣就算了 有一次不是一到早上 會有那個醫生會來尋訪 量什麼 然後那個醫生 年輕醫生來看完我爸爸之後 量完什麼之後就離開了 她就說 宇小姐 你猜猜她有沒有結婚 我想說醫生有沒有結婚 我怎麼會知道呢 她就說 你看她手上有戒指 但是我問她 她說沒有結婚 我說那應該就是結婚了 慘了 余皓然說 我就回了這一句 隔天那個醫生又來的時候 她就說 醫生 余小姐看過這麼多人 她都說妳有結婚 所以我那一次之後就發現 到醫院我們真的很小心 不管別人問妳什麼 是不用戴口罩 但別人問妳任何東西 妳都不要任何答案 不要作答 因為妳只要一作答 馬上傳到別層樓就說 余皓然說那一個是真的 像有一天啊 就有一個未成年17歲的妹妹 跟表哥去洗溫泉 就洗一洗就昏倒了 然後就帶到急診室來 然後後來就發現她是懷孕了 而且真的有那個小胚胎 而且已經有心跳了 表哥造成了 應該是 對啊 然後這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在隔壁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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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叫過完了 對 對 那是堂哥啊 對 然後呢 結果那個她爸爸媽媽來 他們不知道是什麼事情 只是被叫過來 所以他們就在那個護理站 就說我是某某某的爸爸媽媽 然後我們就說 好 那你們到某個小房間 我們就跟他解釋這個整個狀況 結果他們兩個出來的時候 就是非常的死氣沉沉 而且臉神是非常兇的 然後他們就走到病床 然後那個女孩就是 把臉遮著棉被 然後那個造勢的表哥 就看著病人 頭滴滴的 造勢的表哥 對 爸爸就瞪著表哥 然後媽媽就背對那個床 然後很生氣 就氣一直從鼻子這樣出來 結果這時候 就有另外一個阿姨來到護理站 就說 那個 請問一下那床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你是他的誰 他就說沒有啦 我只是 就是他們剛才來的時候笑笑的 現在怎麼變這樣這樣 然後我們就說 你不是家人 我們沒有辦法回答你 結果他就一直在那個床的外圍 這樣繞來繞去 繞來繞去 然後就想要問一下 又問不到 想要問一下 問不到 結果終於媽媽回他了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女人一卸下心房之後 就像余皓然 你就講了 你說你整身懷孕了對不對 對 結果他就講說 是這樣的狀況 結果那個阿姨就馬上 你這樣 表哥耶 那如果 你們要不要拿掉 還是要留著 那如果拿掉 會不會有英靈啊 開始就一直唸 一直唸 後來他們就趕快出院 結果傍晚出院之後 這個阿姨就回到 原來她是一個看護 然後就照顧一個阿伯 他回家 開始拿手機 我告訴你 醫院真的是很多連續劇的 那個發生的場所 告訴你 表妹跟表哥 然後他就開車這樣 然後所有旁邊的人 就再聽一次你知道嗎 像我爸之前 就是因為中風住院 然後我就想說奇怪 我媽每天從醫院回來 每天都換不一樣的衣服 甚至還打扮 化妝 化口紅 然後一問之下 她說沒有啦 社會有人會要跟我拍照 醫院是誰要跟你拍照 你有事嗎這樣子 有一天我就去探病這樣子 就帶了便當 我就在那邊吃一支 簾子就中間 都突然就探了一個頭 你知道嗎 隔壁床的阿姨就說 這你女兒子好 就探出一個頭這樣 我就在那邊吃飯 那我媽說 對... 你就是那個 那個電視明星的秀琴 本人怎麼那麼送 電視看起來比較胖 後來他馬上就抓到他的外勞過來 就抓到他的外勞說 跟你說 這台灣斯科斯道 來 照相 來 我們先照一下 來幫我們拍 就這樣子 又把我拉到隔壁去拍 然後整個是四人床 我跑到這邊又跑到對面 就一直這樣拍... 後來我回到床 那個我就把門鬼 把簾子關起來 我就看我媽 我說媽 現在是怎麼樣 我媽就說 沒有啦 平常講電話 因為我媽有點聽不太到 每次我在跟我媽講電話 我媽都會用擴音 擴音 擴音 喂 什麼 怎麼樣 然後就是裡面的對話內容 全部都被聽到 那個阿姨很容易引導我媽講話 那個 跟妳講 電視上 志遠那個 打棒球那個 陳晶豐 我媽說 不是 陳志遠 對 還好沒有講張泰山 他說 他講說 陳志遠 跟那個他老婆 常常在那個 電視上講那個房間 愛來愛去那個 到底是一天 真的有這麼多次嗎 這樣 我媽說 好像有喔 偶爾有聽到一兩次 我說 不是 這個都講下去 你是怎樣 然後 後來我真的很生氣 我說 以後麻煩你講電話的時候 麻煩去一樓好不好 過安全門 真的不然我們家所有的私事 全部都被我媽這樣子擴音 喂 三次 都講光光了 像我們嘉醫科的時候 有一個嘉醫科的組織醫師 他需要做這個居家的養護 就是說有一些老人 他可能要到 沒有辦法來醫院 我們就是由醫生 帶著護理師 帶著可能這個鼻尾管 尿管 還有氣管插管 到他的家裡去幫他做服務 這樣子 那這個一個下午 可能要去五六個的病患的家裡 可是就是這個醫生 跟這個護理師喔 所以之前我們的那個 某一家醫院就有發生 就是說 醫生跟這個護理師 就長期出去 後來有一次呢 某一個病患 他就說 因為除了居家已經不行 就被送來門診 然後這個雇主呢 跟這個外傭 一起帶著這個阿公來門診 醫生看完 看完會說 這個不行了 這個要住院 就很開一些住院單 就出去辦手續 然後醫生在這個時間 就跑出去上廁所 所以診間就剩下雇主 外傭還有這個 我們是實習醫師 還有門診的護士 結果從頭到尾 都不講話的外傭 突然冒一句說 你們那個張醫師 跟淑貞感情很好耶 都手牽手來看阿公 就爆發了 然後就看得到 他們的事情 然後那個門診的護士 每一個都很八卦 就馬上見縫插聲說 是喔 是多久了啊 是最近才開始的 還是很久 他說 從我看阿公都是這樣 已經有一年多了吧 然後這個 馬上這個張醫師的婚外情 就爆發了 本來他是一個 道貌黯然的醫生 然後看起來溫和 然後這個姐姐其實 居家的護理師 因為平常不會在門診 大家也不會跟他有什麼往來 結果就這樣子就爆發了 因為本來這個 我們這個看護 平常都不大講話 所以這個醫生去那邊 可能就以為他不會講中文 因為有的看護 真的不會講中文 對 他以為他只會講外文 就是很自在 弄什麼弄弄弄 所以也不管他 結果沒想到 他在關鍵時刻 就過了一招 所以過了一個月 這個新聞就鬧 後來院長就開始出來做協調 這個醫生後來就離職了 像我們護理師 我之前在協議腫瘤科實習 我們護理師會在護理站那邊 就是meeting 然後就講說某某某病人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遠遠就看到一個阿上 就推著老花眼睛在那邊抄筆記 我們說我們護理長說 哪一床很嚴重要去關心 然後阿嬤就在那邊這樣點頭 然後筆記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們想說 可能阿嬤以前年輕 想當護理師吧 所以我們就沒有阻止他 原來那阿嬤就是既說 哪一床比較嚴重 或者是哪一床病情 可能快不行了 她就去她的那個病床那邊 念那個波羅蜜心經 對 就是幫他們註念這樣子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有勸阿嬤說 不要這樣子會打擾到人家 可是那阿婆就說 沒有 我上次就是念一個 已經在化療的人 他整個都坐起來了 真的 怎麼可能 對 後來我們護理師晚上就發藥 我們就剛好發到 那一床在化療的那病人 然後那病人就跟我們抱怨說 你拜託叫那個阿嬤 不要在我床那邊念經 我整個氣到要坐起來 罵她的時候 她就已經走掉了 氣到就起來 超二次的 毫無羞恥心 臉皮厚到打不穿 很多病患跟家屬都很喜歡 把醫院當成飯店在住 曾經就是我在病房上班的時候 發藥發一發 就看到一個病患是一個阿伯 從房間走出來準備去散步 那我就發現 奇怪 她的那個夾克裡面 肚子鼓鼓的 走著走著 就滾出了一個 捲筒衛生紙 重新撒蛋滾出 然後我就說 阿伯不好意思 這是我們 那個廁所的衛生紙嗎 不能帶出使用 那阿伯就說 可是我是住雙人病房 為什麼 我有假假的 為什麼不能帶走 我就說可是因為你隔壁床的人 也要用 你不可以這樣子全部帶走 然後她就很兇的 也是很理直氣壯回說 你們再補就好了 有什麼關係 然後也是這樣子照樣走掉 然後依然還是一樣 都拿那個衛生紙來用 然後再來要分享一個 是比較惡劣的 貪小便宜的故事 在開刀房的時候 有一個外勞 在工作的時候受傷來開刀 然後我們核對身分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個 然後我就翻了一下 然後我就翻了一下 她的舊病例 發現她好像在去年的時候 腳也有開過刀 我就看了一下 翻了被子 看一下她的腳有沒有傷口 有沒有那個疤痕 就一看 後來我們就請醫生去通報 就跟 就報警這樣子 就因為可能是非法的打工這樣子 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她的僱主 都用同張健保卡 給她全部的員工來開刀 所以那本病例 其實很多都是不同的人 但是都是同一個名字跟身分 就覺得真的是 很貪小便宜 很惡劣的行為這樣子 上次我朋友也是住院 然後也是住雙人病房 然後我進房 因為她是住裡面的那一床 我一走進去 就看到旁邊那一床 我就看到她桌上 她怎麼會擺那麼一大桌的衛生紙 因為醫院用的衛生紙 不是一般家裡用小桶 它是那種大桶的 她整座放在那個 就放在那個旁邊的小桌上面 然後我就看一下她旁邊座的人 然後她也跟我看一下 我說 會不會太誇張 我說這個 不是我們這間的啦 百斤的啦 從北斤的拿來的 她不是 我說我做人不說得 我沒有拿你這間的 我拿隔壁的 我看她有些東西就是 比如說一些棉花棒什麼的 就是她們可能要用 可是她們自己都不去買 因為有些長期那種棉花棒 需要自己去買 她都不買 她就看我們這邊有沒有 她就看我朋友這邊有沒有 她說有的話 年輕人的 妳用得到 不然妳先一支酒 然後我認同行李 水杯也可以借 水也在借 然後那個棉花棒也在借 什麼都要借 後來我真的有點受不了 然後我下去 幫我朋友買飯的時候 我就順便幫她 棉花棒 牙線棒 衛生紙 什麼棒都買 衛生紙 就是大概用得到的 我全部幫她買了一套 我就送她 我說不要再幫她找 我這套 我這套給你 幾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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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係嗎 她說乾淨 然後就馬上收到包包裡去 她也真的不客氣 也真的不客氣 要收下來 對啊 收下來之後再跟你借棉花棒 真的 這很可怕 繼續借 你借沒還就 完了你才害怕 因為她把曬乾再還給妳 太熱了 可是我之前有個病人 她的爸爸就是那個 胃破一個大洞 到我們醫院開刀 那開完刀的時候 因為她爸爸營養狀況不好 所以她就說 醫院有沒有什麼營養症 可以幫她爸爸過得 比較好一點 我說有啊 可是健保局的那種營養症 就是很普通的 如果你要另外的話 就是要自費 她說沒關係沒關係 就自費打了 後來那個阿伯也不錯 恢復得還不錯 後來就出院了 結果後來那個出院的時候 我隔天去查房的時候 那個住院醫師跟我講說 那個江醫師不好意思 那個就是昨天那個出院 那個病人你還記不記得 我說知道她怎麼樣 她說如果那個門診 她有回來的時候 可不可以通知我一下 我想說奇怪 她家屬是男的 又不是女的 我以為她是 因為我們有住院醫師 因為家屬是女生很漂亮 就想要去追人家 又不好意思 跟她要電話就會問我們說 那個門診的什麼時候回來 她想要去看一下 我說什麼事嗎 我說沒有啦 因為那個家屬那時候 在出院的結帳之前 跟我借了一筆錢 我說她跟你借錢 你為什麼要借她 她說沒有 她不是有用一些自費藥品嗎 她說那個 就是他們暫時沒有錢付 我可不可以先借他們多少錢 我說你借人家 借多少錢 她說借2萬多塊 我說好 那那個 她門診 我看到她那天回診的時候 我會先打電話給你 你就下來 你自己跟她一樣 結果她門診就到那一天了 我一早就看到那個病人 名字在那邊 就快要到還剩10號的時候 我就打電話跟她出院醫師說 差不多 差不多你可以下來了 在10號就輪到那個病人了 你可以下來了 後來那個病人就進來 也是很正常 我就幫她拆線 問她一下說 那個怎麼樣 吃得怎麼樣 都很正常就回家 我當然不會問她說 她錢還了沒有 因為不關我的事 又不是我接她的錢 就隔天我就去查房 那個住院醫師就來陪我查房 我就問她說 那個錢拿到了 她就沒講話 我說那怎麼了 她說我想一想 我就不要跟她要好了 我說那你昨天下去 不然你昨天下去跟她講什麼 我幹嘛跟她要 她說她家族就跟我說 你這個醫生的生涯剛開始 不要那麼把錢放在前面 而且我們那個要 就是當醫生 就是又愛心 對 她說你這樣子 來跟病人這樣子要錢 其實不是很好 也不知道她一直在講下去 就說那沒關係 這次就當她說 而且你這樣子也是算做好事 你也知道我們家境不好 對不對 我們這次要選擇這個自費的產品 其實也不是我們願意的 就是為了爸爸的好 對啊 那你現在來跟我們要錢 其實我壓力很大 後來住院醫師就摸摸 鼻子都這樣走掉 也沒跟她要錢 那我就看那個住院醫師 我就想說 哇塞 這人怎麼 怎麼樣 人家做功德 對啊 我就想說不錯 以後去醫生也是很好 有一天我就在護理站 然後就有一個家屬 一個阿嬤就在那個 翻我們的鼻筒 因為護理站到處都有鼻筒 他就翻翻翻 他就拿了一個四色筆 比較粗的四色筆 他就說這個借我一下 我等一下就還你 然後我就在那邊等他 我就一直看他 因為我以為他會 下一步會跟我說 借一張紙 因為通常大家都是借筆 借紙 寫一寫 筆就插回去了 然後他就說 沒有 我等一下會還給你 這樣 然後他就拿著筆就走了 結果後來我就叫了一個小朋友 他發誓要來 結果我就叫小朋友說 就是他那個 就是那個阿嬤 然後我就轉過去看他 他剛好戴那個透明的袋子 結果裡面已經有兩支筆了 然後我就看完小朋友之後 我就說 等一下你會還我 剛才你給我借的筆吧 他說 等一下 然後給我一個笑容這樣 後來我就回到護理站 我就說 剛剛有一個小朋友 他現在等報告 他阿嬤剛剛有 跟這邊借一支筆這樣 然後我才講完 我就看到他在護理站的 另外一邊的筆筒 又拿了筆 然後又給那個護理人員 那個親切的微笑 等一下還給你 等一下還給你這樣 最後報告都出來的時候 我再去跟病患解釋 小朋友解釋 跟阿嬤解釋 然後那時候爸爸媽媽 也在旁邊的時候 阿嬤的袋子 那個透明的袋子 有六支 而且他都選那種 比較多功能的 就是比較粗的 要不然就是 功能比較好的那種筆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爸爸媽媽也在 小孩子也在 我在這個時候去 再問他 好像覺得不太好意思 然後我就看著阿嬤 我就比他的袋子 他就說 謝謝 謝謝 這會變謝謝 那時候有一個 本來是癌症的個案 他在出院那一天 在出院當天 到處謝謝醫護人員 說謝謝 你們真的照顧得很好 這家醫院幫我老公開得很好 我們今天終於要出院 謝謝大家照顧 結果到了結帳的時候 結帳怎麼樣 八千多塊的帳單 突然翻臉拍桌子 我癌症耶 我重症耶 我重大傷病 怎麼要付錢 你們醫院是黑心醫院 他住健保床 反正沒多少錢 可是你知道 還是有些部分負擔 跟一些耗材還用掉 所以整個肺癌 只住了十幾天 只收了八千多塊 拍桌子 後來去了解 他整個費用其實四十幾萬 四十幾萬 健保已經付掉多了 其實這四十幾萬 如果在國外 絕對是兩百多萬以上 對 還要更往上走 另外真的是態度 也許最近好一點 我記得在十年前左右 那時候醫療的對抗 是比較明顯的 或一些爭議比較多 有一次有一個病人 其實這個是老公 老公這個 我們以前都有登記記錄 他其實是很難出院 什麼很難出院 就是狀況穩定 九十三歲左右 狀況穩定 但是你知道老人家 就是很多慢性呼吸的問題 他上一次來 也是搞了一兩個月 才勉強把他送出去 結果這一次 又呼吸的問題來了 呼吸的問題喘得不得了 來就可能就要插管 到了急診 要不要收 學長 當然要收 一定收 就插管 但是家裡人就衝過來就說 好 你們好好照顧 這輩子出什麼問題 來找你的錢 什麼 他不是來付錢 他來要錢 因為他之前已經好幾次 跟我們醫院有一點爭執 可是你看 通常你跟一家醫院有爭執 你下次不會送過來 不會送的 他每次都送過來 這次有放話就是說 好好顧 有什麼我們就來拿 又來要錢 來 我看難問請 病患尺度大開 讓人好害羞 那副理師其實在 所有行業統計裡面 他其實是常被騷擾的一個 影族群 那其實我們醫院 就曾經有一段時間 晚上就常常接到 電話打到急診室 因為晚上他打到醫院來 他基本就轉急診室 因為有些問題 病患尺度要問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們就常常會問 就是請問一接了之後 請問您是護士嗎 我會說是有什麼問題 我現在性慾高漲 請問我要不要掛急診 有些年輕人護士碰到這種問題 會嚇到 這樣講 會嚇到 就講得很直白 而且 那這種情況 其實你講完之後 你會發現很多人 如果後來不講話之後 對方好像很開心的 還說 你有在聽嗎 你還要我再說一次嗎 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其實是騷擾電話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其實有一些 有一些其實是有疾病的 那其實這種 騷擾電話裡面 我們其實就經過後來 有些我們請我們的社公司 或去追蹤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個案他常常打電話 那有時候他也會跑來掛急診室 那掛急診室 所有的每次來的問題 主數幾乎都含性相關 所以弄得護士非常非常害怕看到他 那後來給他起一個外號叫 他來的時候 有一次還記得他來的時候 檢商護士問他 先生你今天是哪裡不舒服 他說我 我剛剛打手槍太久了 那個 醫生你護理人員說 到底是真的他要看 是真的還是假 所以他會很囧 不然他請醫生看 其實好幾次也是真的 也是真的 那他是因為他有一些造症的問題 那有一群就真的是很惡劣的 純粹騷擾 那這種情況你會發現 護理人員表現在 越驚慌失座 他反而越快 有時候還會聽到他 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 所以我們後來我們的護理同僚 我們大概就做一些特殊的 一些教育訓練 然後我有一次就是 小夜班上班的時候 就接到一通 年輕男性病人打電話來跟我講說 小姐我剛剛就是在 那個自我安慰的時候 突然有流血的情形 那我就說 那請問你今天是做了什麼手術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今天是燒了那個 做了一個電燒的手術 那我一聽到電燒 大概就知道 那應該是燒菜花這樣子 我也是緩緩的跟他說 那請你先休息 不要這麼忙碌 那就讓傷口癒合 這麼忙碌 對 不要這麼忙碌 所以也是很正經的跟他講 然後請你就是 就不要那麼忙 然後讓傷口癒合了之後 之後再忙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可是 前面跟後面有相通 我就一頭霧水 我想說這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冷靜思考之後 然後我又再問他一遍說 請問您電燒的部位是哪裡 然後他就回我說 是肛門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就麻煩你那個 一樣就是也是先不要那麼忙 也是先休息 那如果你之後 再有初學的情形的話 就麻煩你去掛蜜尿科 曾經還有遇到一個 也是一個病人 然後他就是 腦神經內科的病人 他因為四肢不變 常常會來住院 因為行動不變關係 所以我們常常會幫他 做很多事情 那那天也是 他因為會因部 可能就是有不舒服 需要擦藥膏 然後我要幫他擦藥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好像 然後當下我就有警覺心了 然後那時候他又緩緩地說 宇涵 你可不可以把口罩拿下來 我就很正經地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忙 沒有空跟你開玩笑 然後之後就趕快幫他擦了藥 之後就趕快離開 然後就告訴我們的護理長 之後就是 都是由男醫師去幫他擦藥 那也因為男醫師幫他擦了一次藥之後 他就之後都自己擦藥 也在也沒有要求我 那像有一次有一個工人 他是在喝酒之後跟人家打架 然後醫酒送過來 一個年輕的男生 全身都髒兮兮 應該是有在地上打滾 打得很激烈這樣子 那身上有很多傷 可是來急診很亂 又有警察 又有醫酒的 然後我們警衛也出來去安撫他 他就是非常亂 感覺真的是好像是爛醉 可是護理師過去的時候 他的手就出來就摸一下屁 對啊 還知道 對啊 然後我覺得 剛剛開始覺得說 可能是不小心 這邊亂的時候不小心 第二個也是這樣 第三個也是這樣 那後來我們就想說 那趕快把這個病人弄出去吧 那他身上很多傷口要縫 所以警衛男護士就幫我抓 都是在上半身的傷口 結果我轉過去戴手套 然後我在他的腳邊 他那個髒兮兮的腳 因為他在工地打架 都有泥巴 就伸出來去 對 然後就說 這個醫生很正 大家當下都傻了 然後如果你是在外面 遇到一個性騷擾 你會怎麼辦 你會給他一巴掌 他會做 他修行客徑會做 對 你會怎麼辦報警 對不對 他傷更重 可是我們怎麼樣繼續 他們都已經抓得那麼辛苦了 然後 對 對 所以我就繼續縫 然後縫完了 然後就讓他出院 他很忍住 對 所以這一塊其實是 他特別縫大力點 對 不可以說用地數機靜起來 我們打 縫大力點 沒有我當骨頭 你知道 我們任何一科的第一章節 有講到不能夠做 判斥性的治療 就是不能做 懲罰性的治療 報復性的 對 不能這樣子 所以我還是幫他盡快的縫 還是做我醫生 應該做的本能 可是誰來還我 被騷擾這件事情的正義 對 其實你應該 也把襪子脫下來 戳他皮 我還要沾一點泥巴 沾一點泥巴 以前的觀念都覺得 好像親密關係是二 三十歲 三 四十歲的人很熱衷於此 其實四十 五十 六十 慢慢的會越來越重視這一塊 2016年 兩年 一年多前 其實芬蘭有個非常大型的研究 那每十年做一個大型的研究 Questionel 大概都是幾千份的一個追蹤報告 他其實發現一件事情 所謂的三十路 然後四十路 五十 五十 這句話是對的 這句話他 他裡面有很多的問卷 他就問了說 你認為性的滿意度 在你的生活當中 佔的比重重不重要 結論三十 四十 五十 你就發現 三十大概佔三十幾% 同意這個論點 四十 四十幾% 五十 五十幾% 他認為性在他生活中重要 真的假的 對 而且這幾年 其實這個趨勢是 對 他七十幾歲就佔七十幾% 沒有 到六十歲以後 就下來一點 高峰點 不是 我突然想到我爸媽 你打算買 就買了嗎 今天來 有一個病人是很有趣 其實他產後 一段時間都沒有開機 我們現在這種 第一個 產後其實一開始沒興趣 第四個 你身材還沒有完全恢復 其實這時候不太會有動機 所以我之前有個案就是這樣 他九個月都沒有開機 其實他就是 也有應到一些 鬆弛跟乾燥的問題 那我們協助他做一些治療 目前在親密關係的治療 其實非常多用化 性慾有 稍微讓你性慾好一點的藥 然後如果應到的鬆弛 也有應到緊實一點的雷射 如果太嚴重也有手術 甚至於現在有些注射類 利用你血清裡面的一些成分 可以讓你的荷爾蒙刺激會好一點 局部也會比較敏感一點 甚至濕潤度會比較好 雖然不至於人景情深 沒有辦法完全愛如潮水 但是起碼可以完成所有的任務 他之前是因為漏尿來 因為漏尿大家當成健康議題 比較敢來談 治療完以後 我們通常例行性會問 因為我們有些問卷要問 你除了這個漏尿 漏尿改善他當然直覺會講 大概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通常一定會問 那有沒有開機 反應如何 他才大方跟我們講說 他終於覺得可以很滿意 而且他連先生都很高興 終於可以正式開機 反應也很好 於是他就跟我們聊這個 陰道干涉的問題 我們做那個治療 要15到20分鐘 一個女人下面有個東西 在經營15到20分鐘 我要講很多題材 跟她聊天 於是就開始上課聊天 就講到說 這個陰道的棉膜的特性 跟隨著30 40 50不太一樣 他一聽到40 50不一樣 因為他認為 他跟媽媽也有這個困擾 你知道有的母女關係很好 真的喔 難怪我跟我媽媽講的時候 他也說他有這個困擾 可是他一直不知道這個可以 也可以 陳醫師我媽媽可不可以來看 當場 第一個 生意上門怎麼會推掉呢 第二個其實 這也是我的專長 因為在更年期這個部分 在女性的更年期液體 現在更重視的是生活品質 以前生活品質是注意 熱潮紅這種不舒服 心臟血管的疾病 腰痠背痛 骨質疏鬆 現在更重視一個液體 是私密處的萎縮 私密處的萎縮衍生出來的 不是只有性生活 他會肝 容易感染 還有一個就是 平尿跟夜尿 跑廁所這些問題 所以我跟他聊完以後 太好了 為什麼他跟他媽媽聊天完 他媽媽也會跟他抱怨說 其實很抱歉 因為40幾歲以後 就很不舒服 爸爸也不好意思碰他 但是爸爸偶偶還是會求婚 那雙方就是 爸爸媽媽就咬咬牙 咬牙刃了 然後就進行完 當然也會藉由一些潤滑劑的使用 短暫可以 可是他並沒有很快樂 他說這樣子治療其實很好 所以後來就母女一起來 就好很多 因為他媽媽很高興 結果他媽媽帶他媽媽的媽媽來 我說 你這個有點誇張 真的嗎 真的 你一直看到三代 但是媽媽的媽媽 是另外的問題 我後來委婉地拒絕 他媽媽的媽媽 我就沒有用這個方法治療 他不是來看這個 他是來看醫生嗎 看別的 他媽媽 對 阿嬤的確是來看我的 因為我的族群 的確是在那個 不是 你不是為了講說性的 不是 對 瓜哥講就對 他媽媽的媽媽 其實就是因為陰道的肝 以及晚上的頻尿液料 這個問題 但是他來 我就並沒有用這個雷射來治療他 他反而要走另外一條路 我遇到的是揪團一起來的 是媽媽帶著媳婦 帶著他女兒 一起來進行諮詢 然後最主要一開始 是這個女兒 有想一些問題 他的女兒是嫁給外國人 然後他媽媽就是長期 在跟他聊天 視訊的時候 才發現說 女兒嫁給老外 他以為老外很厲害 結果沒想到 我就趕緊叫他回來 就說 我女兒的幸福很重要 然後才帶著他媳婦一起來 他媳婦的時候 他就來的時候 就跟我們炫耀說 我跟你說 我這個兒子一出生 雞雞就很大 我媳婦一定很幸福 怎麼樣怎麼樣的 就是跟我們醫生炫耀 他就說 可是因為他很幸福 所以他們家是住透天的 就是婆婆跟公公是住在二樓 然後兒子跟媳婦是住三樓 所以因為很幸福 所以我覺得 我今天帶我女兒來 也要讓我兒子幸福一下 所以我帶媳婦一起來 醫生你幫我們三個一起調整一下 我們想要緊實 我們要緊一點這樣子 然後那個婆婆更開放 然後還說 因為我年紀一大把了 60多歲 你說叫我去那個屈城市 去商店買一些這種潤滑 我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我都叫我媳婦去買 然後藏在她的床頭櫃 然後我要拿的時候 就去我媳婦那個三樓 給她偷下來 然後所以她媳婦才說 原來是你買的 我要看那邊怎麼 有時候都不見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說 他們家真的是很爆笑 但是他們的感情真的是很好 但是也是證明說 她女兒雖然是嫁外國人 其實還是不如她的兒子 所以到最後就說 她的家庭實在太好了 你看我這個兒子 當初生出來就很好 媳婦妳說對不對 然後她媳婦就說 對啦 謝謝媽媽這樣 糗了 她的東西 就剛剛皓然說的 其實我現在接受治療的 年紀最大到75歲 你都會覺得說 75歲的媽媽 不是 她治療是為了性方面嗎 她性有需求 但是她也有這些 那其實很好 表示她身體健康 對 她說70幾歲 我這類的治療 最高是93歲 90歲 什麼 妳知道 也是有關係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是她 她媳婦是六幾歲 她本身是護理背景 然後因為她覺得 她跟她婆婆關係非常好 婆婆是非常喜歡出去玩 有一天再也不出去玩 原來有一次 她在出去玩的時候 不小心漏尿了 那一天開始她不喜歡出去玩 她就說其實她婆婆也不想動刀 有一些治療方式 於是她是真的來打雷射 可是她來打雷射 我特別跟她講 你年紀太大 我真的不是很有把握 她應該走正規 如果需要還是要走速 結果做完一次還真的 反應很好 有改變 反應很好 結果她婆婆做完了 隔天開始就開始出去玩 然後一個月她們安排去大陸玩 可是畢竟年紀太大了 她第二次的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你想你的長肌 如果90幾歲 還能到牛郎店 你是不是很放心 對 多放心 她身體要有多好 對 真的 她身體要看多好 不過千萬不要因為這個 貪小朋友而為難了我們醫護人員 要學互相尊重 才是維持良好 醫病關係最好的方式 謝謝大家 很多人聽到類固醇這三個字 就會退避三勝 因為大家都認為使用類固醇 會造成所謂的水牛顛 月亮眼 高血糖 高血壓 甚至骨質疏收 造成我們在門診 有時候甚至要開啟病的類固醇的藥膏 都會遭到病人的拒絕 事實上類固醇有所謂的 美國限單之稱 正確的使用 對很多免疫系統的毛病 有非常好的療效 那我們要如何來減低 長期使用類固醇造成的副作用呢 首先要記得補充鈣質維生素D 第二個要定期測量自己的血糖 血壓 第三個要和醫師配合 慢慢的降低你的類固醇的使用量 千萬不能夠自行停藥 因為它可能會造成你疾病的大爆發 小腿抽筋是許多懷孕期婦女 常見的症狀之一 尤其好犯於夜晚睡覺的時候 如果有小腿抽筋的情況 我們就要趕快將小腿的肌肉進行伸展 同時給予按摩 並且用溫毛巾稍微溫敷一下 減緩症狀 促進血液循環 平時我們要預防小腿抽筋的方法 包括有多喝一點水 然後避免久坐與久站 同時給予適度的一些運動 如果說這個疼痛腫瘡持續好多天 或者是說雙腿的顏色不同 溫度不同 疼痛的感覺不一樣 腫脹不一樣 這時候有可能是血栓形成囉 要趕快就醫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